《圣诞与你们同在》 愿主与你们同在 共读圣马古福音 那时候中途们聚集到耶稣跟前 将他们所做所教的一切 都向他报告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来我们私下到偏僻的地方去休息一下 因为来往的人太多 使他们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 他们便乘船悄悄地往偏僻的地方去了 人们看见他们离开 有许多人知道他们要去的地方 便从各种镇墓行一起往那里去 比他们先感到耶稣一些船 看见一大群人就对他们动了 联名的心 因为他们好像没有牧人的羊群 就开口就开口教训他们 许多是上主的圣言 各位兄弟姐妹们 大家平安 有一位年轻人 到了一个工厂找工作 那工厂的老板 给他一把斧头 叫他到外面 对他说 把那棵树砍下来 那位年轻人 很快地 把树砍下 工厂的老板 很高兴地 把他留下来工作 他工作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三天结束的时候 老板叫他到办公室 给他一个礼拜的薪水 他很高兴地拿薪水 但是他觉得有一点乖乖的 他谢谢老板 给他薪水 并问老板 为什么不是 信吉六给他 而是 信吉四 就给他了 老板说 我给你一个礼拜的薪水 但是从明天起 你不要再来工作 那位年轻人很惊讶地 对老板说 你看 我很努力工作 叫大家休息 我没有休息 你看 我给你一个礼拜的薪水 可是你看 你第一天 手砍的树 比别人多 第二天 手砍的树 和其他的人 一样多 第三天 砍的树 是所有的人中 最少的 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 那位年轻人说 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老板就说 因为你一直 一直的工作 你没有时间 把你的骨头磨一磨 所以你的骨头越来越不利 所以呢 你的工作 你的工作的结果越来越少 你要用时间去磨你的骨头 然后你的骨头才会利 才能看很多的书 各位兄弟姐妹们 从这事情 让我们了解今天 福音的 今天的福音 今天的福音 主耶稣和门徒们 去牧林工作回来 门徒 门徒报告他们的工作 主耶稣 看他们很辛苦 所以教他们去休息 所以教他们去休息 表面上 门徒们的信仰要有深度 人必须在内心 碰到天主 信仰才会有深度 因为那时 因为那时 归归来有深度 他们能处在黑色 文明硬较 最后他们应该感到 很多事 都有 rozp 所以耶稣要求他们到偏僻的地方去 我们要知道,在圣经中 偏僻的地方是指与天主相会的地方 与天主相遇,信仰才有深度 才能成功是不骄傲,失败是不腐杀 后来,民主就有去摩失败的经验 耶稣便指出这类摩毁 费用指导和守在是不能敢出去 可能,民主太自满了 成功地去摩后,产生骄傲的心 因耶稣要求他们返回力量的泉源 接着指导和军事借金天主 以天主的力量去去摩并且继续工作 各位兄弟姐妹们 因此,从这件事 我们反省到自己信仰生活一下 要有深度的信仰 要求内心借助天主 我们身处一个忙碌的时代 人人都忙着 不想停下来 消费的社会 娱乐的传媒 不断制造了日新悦意的东西 吸引人 使人 批语奔明 做成 人与人之间的 梳理 没有时间 停下来 聆听别人 没有时间 聆听天主 我们都喜欢 热闹 停下来 便感到 落梦 这是 现代人的文化 一个使信仰难以扎根的文化 耶稣的话 你们静静的 到偏僻的地方 休息一下 是有时代意义的几事 我们看 现在 不少祈祷的简咒 诗 经咒 注意 呼吸 聆听 声音 等等 都是要我们 静下来 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也意识到 天主的灵在 难怪 我们能有 多少时间 静下来 借助天主 我们每天 给天主几分钟 特别 我们的主日 我们安排 主日的时间 有多少事 与天主有关 如果远 如果远一个小时的 迷沙时间 天也嫌多 那我们的信仰 快要破产了 主日 整了 我们的日子 而不是 天主的日子 最终今天的 弥沙 我们 集结由天主帮助我们 提醒我们 无论做什么 都是为光荣 天主 而做 天主 祥祝大家 今晚 地 祝יד 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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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